搭入冬天 天氣比較乾 如果平時敷完面膜都發現不太吸收的話 也可以試一下去角質再敷面膜 效果就會明顯很多 去角質的方法通常有兩種 就是磨砂和pilling gel 如果角色的皮膚偏薄或者易敏感 就不建議經常使用 今次示範的就是用pilling gel 而示範的產品就是 Fave in Face AHA Peel So Good Peeling Gel 記得洗完面後要抹乾面才好用 很多人對pilling gel有個誤解 就是不以為擦出來的擦膠水是面上的角質 其實擦出來的擦膠水是產品本身產生出來的 透過擦膠水磨擦面時 就用它來磨走面上多餘的角質 如果你用得太大力的時候 就會刺激皮膚的表面 反而會令角質層越來越厚 這支pilling gel裡面有一種成分 叫liteic acid 其實它就是標明的AHA果酸之一 果酸有什麼功效呢 就是可以抑制我們的 酪酸酵酵素的形成 做到美白去斑的效果 還有它有檸檬酸、乳酸碎取的成分 都可以幫助抗炎和去角質 它塗了上面的時候 會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輕輕力打圈就可以了 它就說可以去角質 還有除黑頭的 因為我定期都會去美容院做facial 所以就試不到它去黑頭的效果 不過定期去角質 我覺得你的確可以減少黑頭粉刺的形成 整個過程呢 大約預算它30秒左右 就可以過水了 去完角質當然要敷一個很保濕的面膜 左邊就是它們的舊包裝 而右邊就是它們的新包裝 我就找了市面上另外一個牌子的 Hydrogel Mask 和Fave in Face的 After shower look Hydrogel Mask 來做一個對比的 撕開了一塊面膜 我就會剪開兩邊 然後每樣這樣敷一邊 就對比一下給大家看 打開包裝 就會看到它會分開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這個設計也會令這個面膜更貼面 還有這個Hydrogel Mask的特質 就是可以減少這個水分度級的情況 現在在示範那邊就是Fave in Face 我會貼在你們的左邊 分兩片貼 首先就貼上半部分 其實也看到挺貼的 而且拿出來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比較多精華液 黏著面膜 另外一邊示範的 就是我在市面上買到的 韓國牌子Hydrogel Mask 它的厚度方面 會比Fave in Face更加厚 不用我說 也很明顯會看到 左邊的Fave in Face 在剪裁、貼面度各方面 都會比較好 而且也很適合我面型 不會太大太小 這樣 不過也要等半小時才知道效果 閃下眼半小時已經過去 其實我真人看 看到兩邊的面膜都會薄了 因為精華會吸收了 但Fave in Face那邊 真的薄了很多 因為它主要成份 都是天然的精華液 所以滲透力比較強 原來我真的很想讓大家看清楚 效果 左邊的Fave in Face 明顯會很水分充足 因為還有一些反光在表面 就是那些水分 看到會是反光的部分 多於右邊的 希望我今次自己收集回來的 少許資料 就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也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